莫德纳疫苗 比BNT产生更多抗体 一项比较良款主要新冠疫苗所引发人体免疫反应的研究显示 接种莫德纳新冠疫苗所产生的抗体数量 是接种辉瑞BNT疫苗的两倍多 Market Watch报道 这份8月30日刊与美国医学会杂志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研究 是针对比例时2499名医护人员进行 这群人都已接种两剂莫德纳疫苗或两剂BNT疫苗 研究结果显示 沉染疫受试者体内的抗体水准比不沉染疫者高 但不论是沉染疫还是未沉染疫的组别 接种莫德纳疫苗的受试者后 体内的抗体都比接种BNT疫苗者还多 在未曾染疫者的组别中 接种莫德纳疫苗者的抗体水准 为每毫升2881个单位 高于BNT疫苗接种者的1108个单位 这份研究也列出这两种疫苗 所产生抗体水准差异的两个原因 第一 施打两剂莫德纳疫苗的间隔时间为四周 比BNT疫苗的三周长 第二 研究人员说 在这两种疫苗使用的关键活性成分中 莫德纳的浓度较高 为100维克 而BNT疫苗为30维克 研究也显示 在不曾染疫者的组别 抗体水准和年龄成父相关 抗体水准较高的人都在35岁以下 健康生活编辑部